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克强原总理突然间猝死 这个猝死出人意外 也是很多人震惊 那当然国内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这种悼念的活动 那而且这个中共中央的态度呢 也是尽量的低调处理 这个好像不开最早会了 这个而且也 所以也有民间包括有人要求做尸检 有很多的疑点 那肯定是有一点了 李克强卸任的时候是裸退 身体非常的好 没什么太大问题 突然间退了七个月就一下子就死了 这有一点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特别采访高光俊律师 高光俊律师呢 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是1983年就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刑事侦查专业 这是中国当时最早的一个刑事侦查专业 不是1979年 79年 83年毕业了 79年就去了 那是中国第二高考的第三届对吧 第三届 17年高考 78 79 然后呢 他毕业以后呢 就任教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那可能教 你教就行政专业嘛 是吧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跟他在电话里聊天啊 他提出对李克强之死的十大疑点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益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李克强之死 那为什么国内现在有抗议活动 那一定是对死的原因大家不平嘛 不明白嘛 那有一个新华社的老记者老党员要求中共中央彻查此事嘛 要求能够做尸检呢 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呀 那么这个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 那习近平如果是他害的 那当然不可能让他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请光俊这个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 光俊你好 你好 伯利你好 大家好 这个李克强之死 确确实实在中国宣起了很大的这个波浪 甚至说在全世界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尽管现在世界中东在发生战争 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死 我首先是说作为一个学行事侦查专业的人 那对一个人的死亡 当然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判断 但是呢碍于现在 中共这个黑箱作业 而且对尸体的 因为一个人的死亡最好的一个证据的话 就是尸体解剖 那这像伯利刚才讲的 因为这一点在中国来说 对李克强的尸体解剖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就像我们所知 可能在我们的节目播送没多久 恐怕他已经开始火化了 他应该是2号就火化了 对不对 对没有应该48小时以后 他就火化了 那一火化了后 所有的东西物证检验 尸体检验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判断一个人的死亡 尸体检验这个部分做不到 那么剩下的一部分 那就是现场勘察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现场勘察这一块 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东郊宾馆戒备新年 抢救的那些医院 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做什么 现场的这个分析勘察 那第三部分 实际上一个侦查破案 一个判断一个人死亡 那很好的办法就是调查 访问其证 那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 因为我们甚至连采访 他的夫人陈宏 恐怕都很难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只有根据现有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线索 我来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和了解 那么我从这些地方我发现了十大疑点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疑点是关于心脏病 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 现在医学科学来说 要检查出一个人得的心脏病 并不是太容易的 不是太难的问题 特别是对这种级别的 这个中共的干部来说 如果他有心脏病 那应该是很早就 随时都可以检查出来 那但是我们从所有的这些报道里面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李克强有心脏有问题 嗯没有 那我想所有的报道 所有的传说 一个道听途说 可能都没有听到过 所以突然一下子心脏病 说爆发死亡 这个让全中国人 或者共产党 全中国人 全世界人 可能都无法来接受 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这是疑点之一 嗯 疑点之二 不然游泳 那么如果说 真的有心脏有问题的话 那一个人是不宜做剧烈运动的 嗯 特别是游泳这样的运动 那但据说 李克强是经常喜欢游泳 那这个跟他的心脏病 得心脏病这个 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心脏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心脏 喜欢游泳的人 他的心脏 一般不会心脏病 哎 你说的对 我也喜欢 肺活量很大 对 对 我是几乎是每天都要游泳 这个一般来说 游泳的人的心脏功能 一般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不存在的说 这个心脏有问题 所以游泳跟心脏病 又是互相矛盾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点之二 那么一点之三 我们退一步来说 就算他有心脏病 我们知道 有这个心脏有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呢 很容易复发心脏病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情绪激动 造成他的这个刺激 造成他的突然一下子 这个心脏会发生这个变化 承受不了 没错 就像我们当年看到的胡耀邦一样 胡耀邦 这个就是因为在批斗会上 这个不断的跟他造谣 不断的跟他批斗 李鹏 李鹏这样组织人在批斗他 跟他胡加一些帽子 所以他又不能辩驳 结果就这么刺激了他心脏 这个心脏病爆发 所以 所以李克强都退了 没有 就是度假 你说的对 就是说李克强这人的性格 跟胡耀邦还不一样 胡耀邦是容易激动的 李克强我们都知道 他是属于一种性格 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那一般来说 你很难让 这个觉得像李克强这种人说 他性格突然激造成 这个情绪暴躁起来 受了很大刺激 我想这种可能性比不大 那么就算有 那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就是在当时在宗教宾馆里面 到底发生的什么事情 造成李克强这么大的竞争刺激 也就引发他的心脏病 所以这是个疑点之三 我们觉得 到底有没有这种情绪刺激 疑点之四 第四个疑点 就是贴身医护何在 我要问 我们知道像这样级别的干部 那就算他退下来的 他的医护保护 医疗健保这个系统 是在中国是 普通老百姓不可以想象的 那当然 据我所知 就据我所知 像他这种国籍 这种国籍的干部退下来的话 他的医护人员 是24小时要跟着他来 保护他的 不管他 不管他有没有 这个其他的疾病 如果你心脏病 那更是要监测你 更是要保护你的 那在 这个东郊宾馆这个时候 他的医护 而且这些医护健保的措施 对这些高干来说 是照顾的非常周全的 也就是说 他如果知道 他哪一方面 有一些疾病的话 一定针对 他的突然发生的这些事情 会做很多的 提前的一个保护 没错 那边药物 对吧 药物 急救器材 然后 不仅仅只是这样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下 他会到什么地方去 交通运输怎么做 这些东西 他都事先全部有安排好的 没错 没错 这个医护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不出来那么多 就是说 一个心脏病 在现在医医学来说 也并不是那么高端的 这个疑难的一个病症 这个医护人员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作用 没有 就是一点第四 那第五个疑点就是 急救失效 急救措施在哪里 对吧 我们 我自己办公室楼下就是医生 我也有很多医生 我也是已经问过一些医生 关于心脏病 急 心脏病那个爆发的问题 他们说大概的一个统计数字 在世界上 大概心脏病突发 能够被救治过来的数量 这个比例是三分高的 96%吗 那个他旁边那个医院 叫什么医院 这个你可能 比我美国这个医生 还更高 他们说至少有80% 是可以救治起来的 他说还有将近20% 不能救治的 是因为在很多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第一个情况 你可能是在 很偏远的地方 你根本就没有 这么医疗设备 救治的时间 那第二呢 你有可能说 你是根本没有 这个被人发现 你突然就 这个过了半天 人家发现 你心脏病毒 已经晚了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你可能 有比较长期的 这个严重的心脏病史 你的心脏的功能 也就很弱了 再去急救也恐怕也很难的 就像胡耀邦一样 胡耀邦当时的条件很好 发现的很好 但是因为在86年学潮的时候 他已经得了心脏病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心脏 已经严重了 所以在去救治的时候 他已经就尽管 这个来得及救治 但是他的心脏的 附和的这个能量 已经不够了 他也当时开放会 我查一句救过来了 活了几天 那么当然江泽民 不给了他那个 叫什么塑胶镜婴儿 什么之类的 对 当天当场给他 秀赛之后 然后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像李克强 好像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首先他没有发现 有心脏病史 第二 上海这是中国非常 这个医学比较高科 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也不是在一个 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是在这个东郊宾馆 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 都让人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就是说你急救 到底在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第五个疑点 第六个疑点 东郊宾馆 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讨论这个东郊宾馆的 急救措施在哪里 我们知道东郊宾馆 不是一个简单的宾馆 东郊宾馆是新修的 这个是国宾级的宾馆 主要是招待外宾的 还有中共 当然招待外宾 中共的那些领导人 也就住在那地方 大家都传说江泽民住个地方 他很喜欢那个地方 那除了他 还有一些 中共的这些 不是一般的干部 可以住的地方 就比较高级级级的干部 都会住在那个地方去 那这个宾馆的保安 还有医疗的设施 本身就非常高 就是说他的医院里面 宾馆里面 本身就有很多医疗设施 那这些医疗设施 你比如说再说游泳池 游泳池他除了这个 他的这个 李克强自己的健保人员外 他游泳池像这种大宾馆 自己本身也有这个 lifeguard那些 因为救生员 对不对 因为他不存在的说 他得了心脏病 过了很久 没人知道 五分钟 五分钟才捞上来 他们是这样说 是不是 这个网上说的 他溺水了五分钟 然后呢 安保人员才捞上来 而且安保人员捞上来 不是救生员捞上来的 那这个说法 就更让人期待怀疑了 就是说像这样大宾馆的措置 比如说是像李克强这样的人去 就是一般的人在那个地方 他的救护措施 他的安保措施都非常严密 就是小朋友游泳 也得有那个救生员呢 不仅仅是幼生员 如果更 如果说更像他这样的级别的话 他游泳的时候 还有人会下去陪伴游 或者伴游 或者陪旁边看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的 对 所以会说那么 那么 那么 让一个人 在自己共用五分钟淹死的 心脏病发作再捞起来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点之六 就是 他不是说普通的一个医院 他是 他是一个东郊宾馆 这样一个地方 对 他的救护措施 让我们感觉到无法想象 解释不通 第七个一点 我们现在报道着说 这个中午 上午11点左右 心脏病复发 是吧 现在报道是 他游泳的时候 心脏病复发 对 然后他宣布死亡的时间是 第二天凌晨嘛 凌晨10分钟 凌晨10分的 对 一个心脏病人 从复发 如果抢救不过来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我问的医生 大概 最多 两个小时吧 120分钟吧 差不多就没了 就是 基本上就完全就再救过来 过了120分钟 再救过来 这是不可能的 很少 对 比少就少 那也就是说 尼克强从11点钟开始复发 那 最多 恐怕到 下午1点钟 已经死了 对 为什么要过了 十几个小时 说他在死的 死了十几个小时 再死 这个疑点 为什么在等什么 对 这个疑点是很 你可以正常的宣布 他死亡的时间 一个心脏病人 等着 抢救了十几个小时 才死了十几个小时 这个 也不符合 基本的法医的观点 医学的观点 这个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他们要报到北京 然后由习近平来决定 公布不公布 这个有可能 就是他 但是我觉得 医院这个 去这个医院是个疑点 对吧 那这公布 什么时候公布 这是可以 他一定是要报告 这个北京的 我说的是死亡时间 你可以公布 打个别方说 你现在是1点钟就死了 我可以说到5点钟才公布 但是我公布的时间 一定是说你是1点钟就死了 对 我不会说把你放到第二天凌晨说 你死亡的时间是那么那么晚 这个疑点是在这个地方 第八个疑点 也是大家议论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 为什么把它送到曙光医院 是 这是中医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根 西医 根本就不算是西医院 跟心接管 这个外科 根本就没有关系的 真酒啊 真酒能够救过来吗 他以为 如果说是就近的话 也不符合情谊 因为我们知道就近的 还有一个医院 大家知道 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华山医院 这个华山医院 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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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医院还近多了 华山医院 离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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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郊宾馆只有 大概两公里多一点吧 五分钟就开到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曙光医院要开 十分钟嘛 大概有 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样子 然后后面 还有很多更好的 像 像这个 上海的那些 中山医院 那都是很有名的 心血管的 这个医学专家 你为什么会把它 送到一个中医院 而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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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医院 不仅仅是个中医院 而且基本上是做那种 说 听说那种 职工体检呢 做这么一个 工作的一个医院 把它送到这个地方 去救治 这也是 相当大的一个疑点 作为这么样一个 国家领导人 这样送过去 所以这是一点之八 嗯 第九个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 如果 是正常的死亡 你可以说你是害怕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快 就要把火化掉 对 因为一火化掉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 一火化掉 所有的证据都没有 你在做任何东西的辩驳 都没有任何说服力 我们 可能过两天就把它火化掉 这个快速的火化 快速的这个做后面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 这也是第九个疑点 让大家都很怀疑 是的 那最后一个疑点 也就跟最近习近平 这几多年执政以来 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我们看到 这个中共的干部 这个 我没有拒绝统计 但至少有 这个几十名的干部吧 好干的 高级干部 都是 莫名其妙的 就死亡了 你比方说 我们前一天是看到的 所谓的前财政部长金正庆 听说在阳台上就被什么 自己自焚烧死了 这个很离奇 然后 总政治部员的这个副主任张阳 听说什么也跳楼的 自杀的 总而言之 离奇死亡的 包括在海外 我们也看到过 你说那个商人 那个叫什么 法国那个叫张建 在攀岩的时候 掉下去死掉了 很多离奇的死亡 这些离奇的死亡 在习近平执政的 这个过程中 发生的非常频繁 这个是海航的 那个董事长 王什么 王健 那个张建 是咱们那个 天安门那个哥们 那个是 也是离奇死亡的 在泰国 好像张建 也叫张建 那个张建 是年轻人 是天安门的学生 他也是离奇的死亡 那他是 肝坏死 王健 在习近平执政这个期间 我们明显的发现 他这个中共干部的 离奇的死亡 不仅仅远远超过了 邓小平 江泽民 还有胡锦涛时代 甚至在毛泽东执政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多离奇的死亡 这个这个也是我们最后来说 最后一个疑点 一个联系来让大家觉得 李克强今天这样的死亡 疑点从头 所以他这个全国掀起了 这个悼念的活动 并不是李克强 他做总理做多么优秀 并不是 而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死因 68岁就死了 那震动很大 觉得不能接受 这是第一个 就像你刚才说 郑国级的 那游泳 郑国级的 不要是郑国级 省委书记游泳 旁边都有保护的 对吧 毛泽东游泳的时候 那时候那家 整个长江都封锁了 那前后全是游泳冠军的 跟着他 对吧 对 那这个有点 而且就像你说的 李克强 我今天看一个阴谋论的 一个说法 我给你读一下 这个我在网上 阴谋论的 咱就说阴谋论的了 这个阴谋论就是 一个叫新闻调查的 一个在推特上发的 他说 整理一下的零星材料 李克强出事的 经过大概是这样子的 细思极恐啊 确定是上午11点前 游泳有安排 因为就像你说 李克强天天游泳 几乎 他都有安排 那警卫也好 医生也好 一定知道他几点吃饭 几点游泳 几点休息 几点会课 他是非常清楚吧 他不像我们普通人 我们 像我刚才等你 我就顿排骨去了 我再多等一会儿 没关系 那个不行啊 他那个都规定死死的 对吧 然后计算好时间了 以后 他们将一种叫心脏麻痹 或者意识丧失的药物 加入早餐 或者饮料中 导致游泳的时候 心脏发作状态 然后周围早有安排 妥当的警卫 不思救 等了五分钟 假意思救 其实是导致脑死亡 先是脑死亡 所以李克强救上了以后 已经脑死亡了 当确定呼吸 中断五分钟以后 再通知随从的医护人员来 此时已经造成了脑死亡 也就是说人 其实基本不在了 医疗团队真的做心脏扶苏数 打得强心针之类的常规动作 等待救护者的到来 所以送往的医院 为什么会是曙光医院 是事先选好的 以究竟的名义 特别避开国内心脏内科 前三的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的抢救的 这个比例是96% 中山医院心脏病的抢救 非常高 那么然后呢 怕得抢救过来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到了曙光医院 现在的人越少越好 到了曙光医院 专家下午才到 11点出事 专家下午12点以后才到 这个时间不正常 那么然后呢 这个 上救护车的时候 那个看到了一个录像 那个救护车的护士一直在哭 你看到了吗 我也在看 那么是他自己录的脸很大 看他是这样自己录的 后边应该是李克强 一直在哭 那时候李克强已经是 上了什么 这个一些管子 但是已经没有呼吸了啊 他说事实上 这种无云罩的突然暴毙 是需要验尸的 外观上查找是否来路不明的真孔 内脏方面有没有 为一步的内容物 血液需要进行独理的鉴定 并且检查致死 主因的心脏 是否确实有心梗的出现 这都很容易 这都不难 那并未排除溺水 需要检查肺部 是否有大量的积水 作为正国级 前正国级领导 却没有人提到这样的 这个要求 中央也应该 没有任何的一个小组 来处理这个事情 危机处理小组都没有 那么现在就等待着火化 干上党旗 完事 基本上这样子 那么这个他这么 怀疑也是有理由的 那现在如果中共中央 包括习近平本人 要想 李克强真的是 像网上有人说 就是死了 有的时候气死了 那有的是说他这个 气死了 你说不对吗 他性格比较温和 那或者他累死了 他现在退休了 也不累了 怎么累死了 或者是 突然心脏病发作了 那么这个中央就不怕 你既然是真的自然死亡 有病死亡 那就尸检嘛 就请弄一个工作堵 堵住全国人悠悠之口 那也让全世界的疑惑 减丁 对不对 现在你看 早上那网络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合肥 郑州 全国 上海都在 都在这个悼念 悼念的目的就是死因不明嘛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嘛 就像我们当年 纪念胡耀邦去广场的时候 就是因为胡耀邦被气死的嘛 大家给他出口气嘛 这大学生就不服气嘛 就非得上 上街嘛 那么这个 现在我们从这看到说 这个死因 刚才你分析了十大一点 非常的有道理 从行政的角度 从医学的角度 从常识的角度来说 对吧 他都不是应该这样 就是死了的 对吧 现在造成的这样的影响 实际上 这个习近平当权也非常紧张 正如你所说的 要解除现在这种紧张状况 你像我们看到 现在的中共采取的一切措施 包括不开追悼会 不允许外地来的同志到北京来 参加告别遗体 也不许外国外宾来参与 所有的大学停止任何集会 线上线下的 都不可以有任何导演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 还有听说现在军队 也开始调到北京去了 要不害怕 有新的一些发展 如果是这样紧张的话 就像你刚才说的 如果你们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 最好的办法 施检 施检是一下子能看出 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死亡的 最好的说明 但是中共不可能这样做 就像你所说的 他永远不会这样做 这样做 普通的百姓 里面一个普通的百姓 死在了西郊宾馆 死在了曙光医院 那家属会闹的 要赔偿 那你得给我做调查 对不对 我老公死在这了 我太太就来找了 你这医院怎么治的 治的 怎么治的 什么方案 他怎么导致的 我要真相 我要真相 成了上马户 是啊 那我就 正常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请法医来做检查 对啊 然后你 当然中国有的法医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法医 前一段时间 就是在 这个江泽民和 胡锦涛时代 还允许可以有民间的 法医存在 就是你自己 能来去看 来检查 这个 当然最近 习近平可能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不管怎么说 法医检查 你都能看得出来 基本的死因 我自己也学过 这个法医学 这个其实 一个人的死因 通过失际解剖 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到底死是心脏病 还是有药物中毒 还是有溺水的东西 这个并不难 没错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让我们回到了 另外一个话题 就像我们标题上说的 那既然有这么的怀疑 有这么的事情的发生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 习近平这个当权以后 他到底发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 就是要斯大林的 可可国式的统治 也就是特务治国 这样的一个模式 去统治中国 所以这个话题呢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觉得我们可以 先回复一下 中共的一些 关于特务暗杀治国的 这样暗杀这个绑架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历史 我们就能够 这个脉络上看看 习近平最近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 中共是这个特务起家的 那周恩来最早就干特务的 第一个接受 这个克格勃训练 到苏联训练的 实际上他加入共产党 那就是第一个训练 就是做克格勃训练的 所以周恩来是 彻头彻尾的特务起家的 而且他的一辈子 都是做这个特务 做特务情治工作的 直到死 他都没有把这个 情治特务系统放弃 而且这个部门 直到死 我相信他还有很多的控制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 毛泽东都没有完全控制 中国的情治系统 而周恩来是一直控制着 从头到尾 所以共产党的起家 我们看到他回到 从中国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从苏联培去 回到中国的时候 黄培军校做所谓的副主任 来代理主任 那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工作 就是做特务工作 就是在黄培军校 怎么样发展共产党的这些 现人耳目 怎么样拿我们这些人 做一个政治不论 黄培军校对吧 那个时候的政治不论 跟现在的政治不论还不一样 这个实际上 那个时候政治不论 就是搞特务工作 就是发展这个 他们共产党之下的党员 那在共产党这个后期 在这个夺起政权 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 他们搞杀人绑架暗杀 基本上是他们的一个 基本的策略 因为这个策略 不仅仅只是对国民党 他们认为的敌人 采取暗杀和绑架 甚至在共产党当中 也不断地搞暗杀绑架 所以最有名的就是特科 当年在上海 大搞这个暗杀绑架 包括中文来自己本人 那是亲自可以杀人 这个绑架人的 这个骨干的干将 像康生和陈云 都是当年的骨干 那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在井上山的时候 那是公开的杀了多 暗杀多少 就是暗杀多少人 包括党内的人 他杀了很多人 所以在这段时间 共产党暗杀这个绑架 这个是 上海那个中共的书记 顾顺章是吧 顾顺章一家都是被他杀的 人家都是周恩来干的吧 对吧 都是周恩来亲自 亲自干不是说假别人的手 但共产党这个暗杀的这个政策 这个基本上的一个策略 到了延安时期以后 后期以后 基本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当然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变得仁慈了 变得这个慈善了 而是认为暗杀绑架这个东西啊 可能是这个吃力不讨好 得不偿失 对 因为你带来的政治效果 政治效应可能会更差 那所以呢 在从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的印象我们就会看到 共产党基本上是很少搞这个绑架暗杀活动 包括我们很有名 共产党执政以后 我们也看到这个绑架暗杀 特别是在党内来说 我们应该听到了很少 关于这个尽管他的斗争很强烈 你包括这个张国焘 如果如果共产党要杀张国焘 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 也在香港啊 在加拿大 加拿大基本上孤身一人 要杀太容易了 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暗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暗杀绑架了 造成的负面影响 比正面的这个作用要大得多 对 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 哦 再举个例子 你就像 就像陈云在抓四人帮以后 说的一句话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的 对 说党内斗争下不为例 不能再这样搞 对吧 就是党内连逮捕都不可以 更别说你是暗杀啊 什么什么绑架搞这种东西 那是不行的 而且陈云还有讲 关于这个话 陈云还有讲的更细的 后来没有传过来的 也就是他举例说 当年在长征的时候 那党内斗争那么危险 我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说 用绑架了什么 什么什么绑架 这个暗杀这种行为 他说党内斗争 一定还是要有这个 有底线 讨论大家有底线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把脸都撕破了以后 以后很难相见 他更多的 他更多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维护这个党的存在 你不能说杀了杀去 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不是党的领导了 他主要还是党的领导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策略 基本上延续到习近平 执政的第二 后半年代时间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 习近平大概在2018年前后 成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组织 叫中央军事委员会行动局 那这个 归安全部管归军委管 名义上是放在中央军事委员会 当然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操作 必须直接他自己操作 那这个行动局选的人呢 据说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有任何复杂的背景 就是普通的农民的工人家的孩子 待遇非常高 这个不管是家庭的待遇 还是个人待遇 待遇非常高 特权也很大 那这个行动局做什么东西呢 只有一个 暗杀绑架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单位 在中国 如果是稍稍高级的干部 都应该感受到 应该知道这个部门的存在 所以你能看到吗 比如说是一般普通的人 就算是像李克强这种人 在二十大开会的时候 连胡锦涛拍拍他都不敢看他 吓得成那个样子 对李克强 我就问那个问题 我插一句啊 我觉得李克强 那个时候就站起来 跟胡锦涛握个手 说老首长 像你哪不输 怎么样 那又怎么了 他能怎么的 你这个问题为的很好啊 对 我觉得如果我是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中共这些高级的干部 就知道习近平 有这么一个做法 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 他可以干这种事情 所以面对这样的恐吓和威胁 那很多人连动都不敢动 不仅仅他没有动 你像汪洋 其他的所有人都没有动 都不敢动 而且那个栗战书 去那个 去拉那个 那个 拉那个 那个胡锦涛 那个谁 王洪年 后来拽着他的衣服 不然 对啊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是敢敢干 敢敢瞎干的 所以有人现在传网上说 这个李克强 什么什么谁啊 什么什么 国防部长 那个是天花 李克强也不是那种人 对 这个做不到 这个可能的事 他也做不到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话题 就是他现在已经 习近平已经开始了 当时斯大林的模式 就是对自己的政敌 党内的就是开始肃清了 肃清周围的 所有的危险的因素 对吧 他就沿着这个模式去发展 当然他比斯大林来做的 那个劣 劣质的多了 就是这个 差的太多了 你比如斯大林当年 当年派人杀了基洛夫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当基洛夫的遗体 运回这个莫斯科的时候 斯大林第一个去 抬这个棺材 他表示他的这个敬意 表示他的这个哀悼 实际上是被他自己 派人去杀死的 对 那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吗 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吗 我相信他不会 我马上就会看到 在李克强的这个告别仪式上 我们看他怎么表演 我想他应该要去 他不可能说不去 这不去就更不像话了 更不可以更有问题了 对不对 他怎么去表演去 所以现在在中国高层上 社会里面 我基本上都可以肯定 很多人都很惧怕 习近平的这么一个组织 暗杀特点 人人是 对啊 那在二十大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人选 进入 几个人选 进入这个中央的 这个领导圈子的时候 我是感觉了有点吃惊的 当然有一个就是 我这个学弟 陈文青 做政法委书记 我还是感觉 政法委书记吗 对 我是感觉有点吃惊的 因为我觉得 他是你学弟的学长 有弟学弟 他低我一届 他是八年级的 那他年纪不比你小 你六二年级 年纪比我大一点 对 我年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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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纪比我大 两五三岁吧 对 他这个 从一个安全部长 接任政法委书记 在中共的党史里面 这个半步的没有 没有 那所以让我非常吃惊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用他来 那只能说明一个点 那就是 这个习近平的克格勃 要出现了 对 果然 你看不禁止他上去了 另外一个 王小红 公安部长 也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然他不是这个政治局委员 但是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两个是 不折不扣的 这个警察 秘密警察徒子 两个人 一个是长期做 安全工作的 一个是长期做公安工作的 这两个人 上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共的党史里面 也过去也很少 那小红是什么背景 他是福建跟习近平认识的 对吧 王小红是我 归例会就是我的学生 你应该知道 公安大学毕业的 对呀 我是1983年到公安大学 他是1985年 从福建敏侯县公安局副局长 考到这个 这个公安大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大专两年 也就是说在全国招收 这个公安局局长这样级的干部 到公安大学 读两年书 拿一个大专文评 一方面当然说是考试 但更多的那个时候就是推荐 推荐 当时王小红推荐 敏侯县公安局副局长 他是以这么一个身份 进入公安大学 但是到公安大学的副处了 敏侯县公安局副局长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副处 政科 政科级 对恐怕哪个政科副科 差不多这个级别 当时就是有点照顾性 公安系统的这些人 他被推荐 那个他那个念书怎么样 作业写怎么样 你给他批作业 没有 我当时跟他上的是 刑事特勤这一课 这个讲的这一课 印象没有什么深刻 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比较成熟 这个听说他当时还闹了一点事 对他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当时有本科去读四年了 有个管理系 那管理系的学生读四年 然后问他们出去干什么 然后他们学校的那些 公安部的那些领导 忽悠这些学生说 你们出去管理系就出去当官的 就管理这些公安干警的 那这些年轻学生就就很得意 就碰到这些大专的 像王小红这是专科 就觉得高他一点 然后不说话就刺激他们 那我印象中 王小红还说了一句话 这是王小红当时说的 他说好吧 等将来出去看我谁管谁 我整死你 这话传到这个学校 他感觉他是实干家 对吧 他是这个第一线的行政人员 对吧 对当时跟他的同学在一起 还有赵紫阳的那个赵武军 赵武军也是在那个地方拿来 跟他同班同学 赵武军跟他在一起同学 还有好多一批 所以王小红因为 当然讲他的背景 因为他跟习近平是 前一段时间有人传说 王小红这个国务委员 也会出问题 我说他不可能 如果他要出问题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习近平神经有病的 完全疯掉了 因为他是 你看秦刚当然也不可能 秦刚习近平多喜欢他 那是还两把事 那是喜欢 那是喜欢 如果说习近平有什么心服的话 王小红是他心服中的心服 福建 心服中的心服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包括陈文青都不能算 但是没有比不上他的心服 所以王小红这样的 这两个人进入这个中央的 这样的一个书记处书记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特务治国 这个秦治 克格国治国 一定会大心气到 所以这些年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 掌握政权的基本的方法 就是靠反腐这把刀子 还有特务治国 这个秘密武器 基本上在控制这个国家 消灭政敌 先把政敌 对 所以现在这个李克强 这样的一个死亡 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 其实李克强也算不上 什么特别的 这个有名的改革派 也在共产党里面 他也是一直被培养在 规矩规矩 行规蹈矩的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共产党人 他也更不可能说 要搞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对吧 那为什么说民众 在他去世以后 爆发出这么强烈的 这个祷念啊 还有纪念他呢 实际上是因为 以李克强的为人 来蹭托习近平的蛮干 因为李克强毕竟 还算是一个温和的人 而且算是一个有知识 有受过正好 正统教育的人 而跟习近平 是完全倒过来的 所以人们在 如其说是在捣恋李克强 还不如说是在 发泄对习近平的不满 所以习近平对这两个人 认识很清楚 对他的这个 所以在各个方面 我们才看到这两天 我们看到更多的 因为马上就要火化 马上就要开告别会 那后面的事情 怎么会收藏 中国将来的证据怎么发展 那我们觉得 我们还可以是没有野代 所以那下一步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讲 就是说他的死到底会不会诱发 像1976年那样的这个天安文运动 或者说1989年的六四运动 对 我觉得这个题目 大家可能要关心的 对吧 我觉得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 因为民众对习近平的不满 对共产党的不满 这个是积累的这个是非常 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过了76年和89年 对不对 我们89年那个时候 其实主要是对那个参观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污吏啊 搞出了腐败有些不满 可是到今天 人们不仅仅对中国的腐败已经麻木不仁了 那个腐败已经无法再看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习近平这种蛮干 特别是疫情期间造成对人的这个这个实体上的这个坚固 还有全世界造成的对中国的这种敌意 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情甚至远远超过了89年这个时候 所以从这个角来讲 我觉得这种民变的可能性都会有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觉得看到 凡是在76年 不管是在76年还是在89年 中国发生很大的这个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背景 这个因素存在 那就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啊 基本上到了一个白热化到互相要 有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当年周恩来死 那毛泽东已经奄奄一息了 马上也不行了 那实力派跟四人帮之间 斗争已经白热化的地方 这个时候党内 共产党的党内 他有一派在暗中在支持民众请来 调起这些事情来 没错 所以他才有四五运动 对 否则早就被镇压下去了 对不对 早就被你干掉了 不可能 六四也是啊 如果没有赵紫阳和这个中共的改革派的 在那儿这个 他不使劲去镇压 那么他希望利用这场运动来能够 触动中国更往前 改革更往前走 所以也要不也 对啊 对啊 要是没有他这个 就是你张伯利早就被关进监狱去 早就赶走了 你不可能有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一系列的活动去做去 因为有这样 因为党内正在斗得一塔活动 所以才是允许一些宽松的情况 宽松的学生运动开始有发展 可是今天我们回来看看 今天中共党内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是习近平一手遮天 对 真正能够形成在党内 跟他形成任何抗衡的力量 没有 不没有 我们看不到 不可能 不像毛泽东的时候 对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个死 他那个时候已经奄奄细细 到四五运动 天安门 那个四五运动 他已经基本上不能够掌控局面了 这个 那今天你想习近平 包括李克强是二号人物 就像乖乖的下来了 乖乖的连大气都不肯出一声 不完全是因为 他个人的性格的问题 当然性格是一个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拿到了共产党的这个各个官员的基本上 也他的这些腐败背景的东西来敲打他们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中共的政局情况之下 再想要发展四五运动 或者是八九年学生运动的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土壤 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不利于发展 但是从民情积分来说 我刚才说远远超过了八九年那个时候 所以最后怎么发展 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也可以看看到底会这几天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这个悼念活动有可能会引起群众运动 这种抗议 那当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很多人说现在这个环境 现在留言也很多人说 现在不像你们当年的环境了 现在是这个非常的严厉的控制 那这个你看这个西蒙 西蒙说不要不会 现在管制之严格超乎你们的想象 那当年也一样 那在疫情期间 那管制的更严格 那不仅公安还有大白呀 对吧 那个时候管制那么严格 那彭丽巴也上了四通利交桥了吗 那上海不也掀起了白纸运动 对这个管制 对管制严格这是一方面 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民众起来运动 起来的时候 他管制只是一个方面 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就是说 学生运动或者是民众起来的运动 如果要发展的话 他一方面是民情 有一个民情在这个地方 民心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必须他要找一个契机 如果共产党现在这样 像习近平这样 如果党内没有人在后面稍稍的要宽松 或者要求什么东西的话 单纯的民族运动很容易就被扼杀掉了 如果是前党一致就是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他会一致会很快就不会形成一个气候 所以这是当前中国局势里面我们所要看到的 另外一方面我当然也不排除那些还有的一些干部 包括一些老干部还能发挥的影响 发挥的作用 因为像李克强这样的一个死法 那会群王齿寒的 这个效应是会让他们想到的 那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死 你看看一批的高干 包括军队的人 说你跳楼你就跳楼了 说你在阳台上自焚了你就自焚了 说你在哪个地方去 为这只他心脏病了 你就心脏病了 那这个在中共高层里面 会造成一个心理的恐慌 这种恐慌会产生一个逆反的 怎么样的程度的逆反心理 我们现在不知道 对 那这个是我们要静观的 对 因为很显然 像李克强这样一年 当然在中共的高干里面 这个年龄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中共现在高干平均是90多岁 活90多岁 多少人你像你还在 那个总理 包括钟仲基还91岁还在 活得很好 106岁还在 宋平100多岁还在 所以活到 对象平也是90几岁 江泽民都是 因为像他们这个级别的人 他的医护条件 医护健保那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死亡 会给很多人造成一个 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恐怖 这种恐怖积累到一定地步 会产生神案的反反弹 所以这是我们下部 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这下你刚才分析的 我觉得我挺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矛盾 就是这个统治集团和百姓的矛盾 比咱们当年89年还要严重 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你像起码我们对赵紫阳啊 胡耀邦啊 对这些改革派是绝对的支持的 甚至在那之前都写小兵你好 对吧 那个没有那么大矛盾 那时候也没什么钱 这个也反正大家都往前走 为了什么个人奋斗也好 建设四花也好 都一股劲 还是往前走 所谓的腐败就搞点关倒 劈个条子 赚点钱 那不是赵紫阳的赵大军买彩电吗 没错 但是我们唱说 捐款 奉献那个 这个奉献捐款奉献给股方 彩电奉献给紫阳 我拿个奉献给你我的人民 其实也就是 就是 我们唱那个 我现在记得唱苏瑞的奉献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改变过来 真的感觉懂吗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60%找不到工作 现在的这个房价 现在在迅速的 这个泡沫 而且大量的贷款 欠银行 全是呆账 那老百姓呢 现在呢 现在公务员在减薪 不断的在减薪 那而且现在大家看不到出路 能看到出路在哪里 我们经济上跟西方已经脱钩了 说不定哪天西方可能把你从WT出来都有可能 我的体会是非常 张柏林 我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你看最近走线来的人 蜂拥而至 而且各种各样的人 纽约最多吧 纽约走线最多 而且很多人不仅仅是贫穷 你比如最近 我觉得两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震撼的 一个例子是 甘肃的一个半瞎子 就是势力严重恶化的一个半瞎子 带着一个四川的一个瞎子的老婆 还有他们一岁半的一个儿子 走线到美国来 大家设想一下 这一家人是怎么爬山涉水 爬到美国来的 所以他除非是正在中国活不下去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吧 那大家以为走线来的人都是社会第一层人过 我现在碰到一个教授 带着前家走线到美国来 这是教授哦 这个还不是一般的人哦 他就是正儿八经历是教授 所以很多人走线过来的 除了经济有问题 经济感觉没有前途 有相当一部分是觉得中国 这个社会的环境太压抑了 他们觉得没有前途 觉得很有压迫感 这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心声 所以你刚才说的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确确实实是 比我们当年八九年六四的时候 造成全国的学生运动的那个时候 要矛盾要深刻的多 要激烈的多 所以这就是造成了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这么紧张 对不对 一个尼克强一死 就如临大敌 你看所有的措施我们都看到 我们过两天 马上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应该和在北京 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组织民众 自发的去 要参加告别会呢 你怎么组织民众会 去八宝山去火化 跟着他一去呢 那他不会让的了 他封锁了 对 有可能全部他封锁掉 有全部可能封锁掉 电视甚至都不给你直播 都看不见 就是有可能了 因为现在他可以不按照 过去的惯例来做了 因为他大权在握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问题是老百姓 虽然现在他的维稳的力量很大 国家机器维稳经费 是历史上最多的 你像你把这个维稳的经费 或者你给外边 给那个外国人的那些捐款 你放在中国老百姓身上 你放着医疗保险呢 你给点医疗免费的 免费教育免费医疗 你这个钱给外国那么多 给那些一带一路的 你国家现在问题这么严重 你都不去解决 那么大量的公务员 减薪都不解决 你讲来你会得罪所有的人吧 所以今天的社会矛盾比我们当年更大 虽然今天的大学生 不要我们当年那么有热情 可是他要活呀 他要吃饭呢 他要说话呀 他可以不说话 但是不能不吃饭呢 他找不到工作了 老赖的父母身上 时间长了 那就是问题呀 这都是问题对不对 当然学生的热情 我觉得表面上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热情 但我们不要忘了 这可能时机不到 一旦有时机 我还是仍然相信中国的年轻人 还会有机会 就像我们当初一样 在北京做的事情一样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仍然还是会做出来的 那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 埃及运动不就是 不就是新年学生做出来的吗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也 我们听说 现在我们一看到上海的 记得万春节这样的节 今天很热闹 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对年轻人 抱也这个 想象出他们敢做的事情 他们只是实际没有到 实际到了 我觉得他们有机会还是做的 还是不会不做的 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那个 关注中国的事态的发展 我们是觉得这个 中国唯有走向民主自由 唯有结束共争党一党专制 那习近平早点下来 这个或者你共产党开放选举 当然这个都是几乎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上帝的角度上不一定 你看俄罗 苏联当年 他们70年的时候 多么强大呀 全是最大的一个 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那么91年解体就解体了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日光之下无心事 中国人现在就像当年的这个 陈胜吴广说的 这个人民 这个什么苦勤酒意 对吧 现在也苦共酒意啊 这个多少年了 70多年了嘛 这样的老百姓没有发言权 老百姓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这个确实需要改变啊 那甚至今天 我跟高光俊律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共产党内的高官 因为李克强的事件 那都紧若寒残 每个人都会 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 对吧 你其实那李克强够老实了 裸退 不跟你争了 然后退了也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干嘛 对吧 你怎么就突然就这么死了 那因为你活着 就有人感觉到威胁 不安全 就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那你现在在位的那些常委们 哪一个会使习近平感觉到安全呢 蔡奇 李强 也不一定 那肯定王岐山和这个 独裁者 王岐山肯定感觉 独裁者到最后 独裁者到最后 我是感觉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得住 没有一个人是让他觉得安全的 对呀 有的人说反驳 说习近平为什么在李克强下台后 在搞让他被他被死 被心脏病死 为什么我在台上的时候 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因为他在台上的时候 明确地跟他说了 他这样子退了 他没有觉得他有对他们威胁 不曾在让他死亡 而且还要让他去开完这个二十大会议才好 那恰恰相反 只有让他退下来了 刚刚退下来了 他觉得有危险 又比他年轻 又比他在党内有更多的人望 所以才更有可能 让他退下来以后被死亡 这种可能性会更多 所以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所以唯一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希望中国 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变革的话 那就像你说的只有共产党这个体制下台 共产党只有被推翻 中国才有希望 从某种角度来说 仅仅只是习近平下台 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因为只要这个独裁体制还在 那上去的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就像胡锦涛江泽民在位的时候也一样 他相对是比习近平开明一点 但仍然是维护共产党统治 这个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同情 如果说李克强是被死了 我们同情他 但这并不等于说 他这个共产党人 他不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去维护共产党的利益 他从来没有表示这个问题 表示异议 然后我们只是对比而言 在跟习近平这个人来讲 他更觉得这个可悲 可怜 对 所以 对呀 很可怜 对 所以这个 我们就看看事态怎么发展 行 我们静观这两天 如果我们看到什么 新的一些发生变化 我们再聊 跟运动力 跟博力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如果发现什么新的变化 及时跟大家聊 我们聊的也不见得都是对的 这个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判断 你们可以自己 平共参考 我们都可以独立的 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好吧 好 跟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 下次再见 再见